身形矮小,很难称才,你走吧 说话的人名叫李存毅,是著名的行义拳大师 而眼前被他否定的这个身材矮小的年轻人名叫尚云祥 身高不到1米6,是慕名前来拜师学武的 显然李存毅对他不满意,甚至下了逐客令 然而尚云祥却不服气,没人说过长得矮小就不能学武 走出门的时候,尚云祥就在心里暗暗发誓 有朝一日一定要拜入李存毅门下 而在三年后,尚云祥也确实带着一封信来到李存毅处 最为重要的是,他这次不仅拜师成功 甚至在日后成长为江湖上赫赫有名的铁脚佛 就连李莲英都不惜花重金聘请他看家护院 正所谓大丈夫能屈能伸 如若尚云祥在被拒绝的时候赌气而去 那么他绝对不可能成为一代武术宗师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尚云祥是如何用三年时间 得到李存毅的认可以及他那传奇的一生 1864年,尚云祥出生在山东勒林尚家村 众所周知,山东自古以来就是上武的地方 即便是妇孺,平日里也会通过练武锻炼身体 所以从很小的时候开始 尚云祥就会被父亲叫起来练习基本功 因为尚云祥从小就长得比同龄人矮小一些 所以在训练的时候总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才能不被他们欺负 而这也使得他养成了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 看着儿子对武术如此痴迷 在京城经营马登铺的上妇便带着他一同前往 并安排他到少林马大义的武术馆学习功利权 虽然当时尚云祥只有11岁 但是性格却非常好强 从拜师的那一天开始 他便在心中按下决心 一定要付出200%的努力成长为最厉害的拳手 自此之后 每天鸡海没叫 就能看到一个小小的身影在树下练习着基本功 师父教的那套功利拳法更是练了又练 而一向争强好胜的尚云祥 只要有了一点进步 就会找来师兄弟切磋武艺 如若打赢了还好 若是输了 又要练习个成百上千遍再行挑战 时光荏苒 一晃六年过去了 虽然尚云祥的个子没长多少 但是武艺却是练得相当精湛 而他的挑战名单 也从武术馆的同门师兄弟 扩展到江湖上的所有练家子 甚至走在街上 看到有个武功厉害的高手 都要拉人家来切磋切磋 就这样 一直到尚云祥21岁 他都没有遇到能够真正打败自己的人 这也使得年纪轻轻的尚云祥 有点狂妄自大 在比武的时候 他也从切磋变成了炫耀 不仅不懂得点到为止 下起手来也是没有轻重 然而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就在尚云祥以为自己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时候 他遇到了武术生涯中的第一个挫折 这天尚云祥像往常一样来到河边练拳 练着练着他发现 不远处有一个从未见过的年轻人也在上下比划着 奇怪的是 对方练的这套拳法 他根本就看不出师成何方 带着一半好奇 一半好胜的想法 尚云祥走了过去 与年轻人攀谈起来 你练的什么拳 厉害吗 我不知道 既然不知道 那就来切磋吧 显然 尚云祥对年轻人的回答并不满意 虽然他嘴上说着切磋 但是心里却打算给对方好看 而原本不想起争端的年轻人 只能被迫接招 事情的发展并未按照尚云祥想象中那样走 只见他那花里胡哨的拳法 被年轻人轻轻一拍就化解了 他整个人也因为招架不住往后倒去 我刚刚没有准备好 再来 尚云祥不想承认自己技不如人 只好重新运气 试图来个先发之人 谁曾想这次对战仍然被年轻人一招击倒 而让尚云祥最羞愧的是 对方虽然赢了 却丝毫没有盛气凌人的样子 反而是温文尔雅地表示点到为止 这让原本不服气的尚云祥彻底认输 并连声道歉 最后 在他的追问下 年轻人告诉他 自己练的是行义拳 今年恰好是学拳的第三年 要知道 尚云祥从几岁就开始练武 光是学拳 也有十年的光景 怎么会被只学了三年拳的人轻松打败呢 意识到山外有山后 尚云祥请求对方指条名路 诚恳地表示 自己要学这套拳法 年轻人见他态度良好 也没有藏着掖着 你可以去找我师伯李存毅 李存毅与年轻人的师父周明太一样 师承行义拳足事业李洛能的 八大弟子之一的刘西兰 两人都是得到真传之人 为了尽快拜入师门 得到指点的尚云祥 回到家后 直接收拾行李 赶赴河北深州 然而 令他没想到的是 两人一见面 李存毅就因为他的矮小外观 将其拒之门外 也就是开头所说的身材矮小 很难成才 虽说被这样评价 让尚云祥有点难过 但是 当他看着文武双全 且狭义心肠的李存毅时 心中想的 都是如何才能败入他的门下 在离开李府后没多久 尚云祥也确实想到了一个办法 那就是 去找李存毅的师父 刘奇兰 因为刘奇兰年岁已高 早就不再收徒 所以 尚云祥以不要钱的长工身份 进入刘府 要说这尚云祥做起事来 是真卖力 平日里 不仅将自己负责的事情做好 就连其他长工的事情 也是抢着帮忙 而且 这一做 还不是一朝一夕 而是整整三年 刘奇兰将这一切看在眼里 内心也是非常喜欢 这个踏实的年轻人 于是在得知他想学习行义权后 便写了一封推荐信 给徒弟李存毅 让他收尚云祥为徒 虽说花了三年 才拿到这张入场券 但是在尚云祥看来 却非常值得 而刘存毅 看着三年前 被自己赶出门的矮小子 也意识到 此人不简单 于是将其收入门下 甚至还为他 取了一个昵称叫小糖瓜 李存毅在得知尚云祥 在刘奇兰处 学了一套崩拳后 只答应额外交他批拳 对此 尚云祥却感到非常满足 每天也是一场努力的学习 因为尚云祥的住所 离师傅家有30里地 每天步行的他 光是鞋子 一个月都要换好几双 为了逞钱 尚云祥干脆光脚走路 而正是这无心之举 让他的双脚 变得像铁一样坚硬 甚至连砖头 都能直接一脚踩碎 这也正是铁脚佛的来头 当初那些 跟他叫着小糖瓜的人 也不敢造次 尚云祥还说了 糖瓜再小 也能把你压给崩了 而作为师父的李存毅 看着眼前 这个曾经看不上的徒弟 竟然进步如此之大 也开始将自己 所有的武功长法 都传授给他 除此之外 还将尚云祥 引荐给自己的好朋友 程燕华 让他跟在身边 学习八卦长法 就这样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尚云祥终于成了 江湖上有名的武术大师 甚至十年间都未有一敌 就连赫赫有名的霍元甲 与尚云祥比武时 都是三战三败 当场甘败下风 不过 一直沉迷武术的尚云祥 也有自己的烦恼 那就是 父亲交代的生意 一直无暇顾及 最后不得不关门大旗 这也让刚刚结束学武的他 在经济上略显拮据 好在当时 尚云祥的名气够大 被慈禧的贴身太监 李莲英看中 不惜出重金 聘请他看家护院 而这份差事 他一做就是十年 如果说 此时的尚云祥的成就 还是在个人之上的话 那么 从1900年开始 他便开始 将爱国尚武的精神 和情怀发扬光大 首先是八国联军侵华后 尚云祥毅然决然的放弃 李莲英给出的高薪工作 来到师父李存毅身边 一起参加义和团运动 虽说 这场抗击列强的起义 最终以失败告终 但是却激发了尚云祥 弘扬武学的决心 当时世道混乱 一直到1911年 孙中山发动辛亥革命后 提出强国强民的口号 尚云祥才从迷茫中找到方向 与师父李存毅 一起创办了中华武士会 相较于之前严格的收徒要求 现在两人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将国民的柔弱之风 改为坚强之风 只要是真心想学武的人 他们都是不吝自教 当然 有一类人除外 那就是欺压中国百姓的倭寇之徒 尚云祥曾传授过宋哲元 29军刀法 而他们也确实在与日本人的对决中 打出了中国人的穷风 所以 时任关东军参谋的板桓征四郎 曾试图用一万块大洋 聘请尚云祥前往东北 教导行一圈 要知道 一万块大洋在那个年代 可是一笔巨款 但是 在尚云祥看来 再多的钱 也无法与国家大义相比 所以 他想都没想 就拒绝了 虽说尚云祥这一生 有上百名弟子 但却欺下无死 只有一个爱女 尚之荣 好在尚云祥的思想开明 从未有过重男轻女的想法 甚至还将自己的一生绝学 全部传授给了女儿 1937年10月10日 尚云祥结束了自己传奇的一生 而他的上师行一圈 也在女儿尚志荣 和女婿李俊峰的推广下 得以发扬光大 在尚云祥的推广下 自己传奇的推广下 这儿